近日,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西志门院区,北京协和医院东丹院区等北京市多家医院,全面开放夜间门诊或周末全天门诊,方便患者就医。 周六上午10点,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西志门院区各诊室门口后诊的患者逐渐增多。 在采访中,记者了解到,前来医院就诊的上班族学生党居多,除了北京本地居民以外,异地患者也占有一定比例。 周末有时间,工作的话可能都没有时间过来,像小孩上班的父母有时候可以陪着过来,老人也是,子女有时间的周六日一起过来。 周内来的话,自己也很着急,假如上午要是着急来看,下午还得赶着回去工作,周末的话就时间宽裕的很多。 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个病人,就是一个外地的病人,很着急,说病情很紧张,而且他家里还要急事,他只是抽空。 来北京看一下,而且当天可能就得回老家,所以我当时就给他看了一下,高度怀疑可能跟早期肺癌是相关的。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委员,门诊部主任赵瑞平介绍,三月起,该院西志门院区已在周末提供与工作日无差别的医疗服务。 患者可以挂包括普通号、专家号、特讯号在内的所有课室号,同时检查检验也全部开放。 周末门诊的开放时间跟工作日是完全一致的,早上的8点到12点,下午是1点到5点。 周末门诊各个课室都释放了充足的号源,患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挂不同的号别。 为了进一步的服务患者,我们又把号源削风填骨调整成了上下午比例1.1比1,这就意味着上午和下午有着相同的号源,就可以让患者更多的选择下午的时间错峰就诊,与此同时也缓解了我们医院,包括周围的交通压力。 为保证周末患者诊疗的连续性完整性,医院还大幅度增加诊疗单元,重点增加患者需求量高的热门科室和热门专家,同步增加医疗辅助科室和门诊平台科室的开放,以更好的为患者服务。 以前如果没有周末门诊的话,孕妇如果有特殊情况想要挂专家门诊,那就只能是工作日来就诊,可能有特殊情况不一定能处理。 像今天上午的话,其实有一个应该是有一点点阴道出血,它有点线照流产,像这种情况下去急诊可能也不合适。 周末正好有专家诊,他就能够过来挂个号之后就很详细地问了很多问题。 如果要是周中来做B超的话,我们B超可能排队排的时间比较久,上午8点排队有可能下午才能做上B超。 但是周末的话,基本上上午来的上午做,下午来的下午做,就是B超什么都很方便。 我们之前的时候,在周末的时候,下午是不能够做测听的,现在呢,就是上午下午都可以做听力相关的这些检查。 除了周末门诊,目前,北京市部分医院还提供周末手术服务。 周日上午8点,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的手术室门口,来自锦尼省的一位患者家属,正在等待做手术的母亲。 看完病以后,就是第二天,医院就给我们来电话了,来电话就说你们可以住院了,我们简直是太高兴了。 大夫们利用周日的时间帮我们做手术,说实话,也是替患者考虑了很多,防止他转移。 其次呢,在北京的吃住型成本都很不低。 现在所有的这个外科科室,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心内科,介入科,都开展了这个周末的常规手术。 我们每个周末,三个院区都有手术,包括这个周末,本部和常人院区累计,这两天加起手术将近60台左右。 因为前段时间,我们有个深阳线的患者,年轻患者,也是为了这个躲开这个工作日,来在周末,我们给他安排的这个手术。 还有一些老年患者,他需要家人的陪同,周末手术呢,也方便这个家属的对病人的一个陪护。